第31集 哑巴冲出来 在十几根火把之间 他显得格外高大威猛 裸露的黑皮像涂了一层欢油 光彩溢溢 啊哦啊哦啊哦 他狼着眼 猪着鼻 吼着耳朵 唬着脸 喊叫着 举起粗壮的胳膊 攥着拳头 对着周围的人画了一个圈 他踢了一脚 永路上的死者 又逐个的对三个俘虏师 一拳打 每人一拳 打一拳一啊哦 打到尽头 又回头打了一遍 啊哦啊哦啊哦 一拳比一拳狠 最后一拳 竟把那倔强的 想昂脖子的俘虏打贪在地 蒋政委严厉的制止了他 孙不言 不许打骂俘虏 哑巴咧开嘴 笑着 直指上官来地 直指自己的胸口 他走到来地面前 左手捏着他的靴尖 右手对着众人比划 鸟仙入神地盯着变幻莫测的火苗子 大姐抡起左臂 扇了哑巴 右塞一巴掌 呱唧一声响 哑巴松开手 狐疑地摸摸脸 好像不知打击来自何方 大姐抡起右臂 扇了哑巴的左塞 这一掌打得急速有力 响声清脆 哑巴身体晃荡 大姐在强大的反作用力下 倒退了一步 大姐柳眉竖起 凤眼圆睁 咬牙切齿地骂道 畜生 你毁了我妹妹 鲁大队长说 把她押走 女汉奸这么猖狂 几个士兵上前架住了大姐的胳膊 大姐高声叫着 娘 你糊涂呀 三美是只凤凰 你去把她架给了哑巴 一个兵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 大队长 政委 杀旅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沙岭子镇 鲁大队长说 大家别乱 各连长注意 按原定计划行动 把地雷全埋上 蒋政委说 大婶 为了您和孩子的安全 跟我们到大队部去 母亲摇摇头说 不 死也要死在自家炕上 蒋政委一挥手 一群士兵拥到母亲身边 一群士兵拥进屋子 母亲喊着 天主啊 睁开眼看看吧 我们一家 被关在司马家的偏房里 门口站着岗 隔壁的大客厅里 瓦斯灯通亮 有人在大声喊叫 村子外边 一阵阵暴斗般的枪声传来 蒋政委端着一盏玻璃罩子灯 慢条斯理地走进来 罩口冒出来的黑烟 呛得他眯起眼睛 他把罩子灯放在花梨木的桌子上 打亮着我们说 为什么要站着呢 坐下坐下坐下 他指点着环墙摆着的花梨木椅子说 大婶 您这二女婿家可真够排长的 他自己先坐在一把椅子上 双手按着膝盖 用略带嘲讽的目光看着我们 大姐一屁股坐下 与蒋政委隔桌相对 他赌气般地撅着嘴说 蒋政委 你请神容易 送神难吧 蒋政委笑道 好不容易把神请来 为什么要送呢 大姐道 娘 您只管坐 亮他们也不敢怎么招我们 我们压根就没想怎么招你们 蒋政委微笑着说 大婶 坐下吧 母亲抱着沙枣花 坐在墙角的一把椅子上 我和八姐拉着母亲的衣角 贴椅子站着 司马家的公子 头歪在六姐肩膀上 嘴里流着哈喇子 六姐被瞌睡折磨的身体摇摇晃晃 母亲拉了他一把让他坐下 他睁开眼睛看看 随即就发出了酣睡声 蒋政委摸出一根纸烟 把烟头放在大拇指甲上顿了顿 他摸索衣袋 显然是想找火 他没有找到火 大姐好像幸灾乐祸的冷笑 蒋政委走到玻璃罩子灯前 嘴叼着烟凑到灯火上方 眯着眼巴达巴达的吸着 火苗在灯罩里被拉扯的上下跳跃 烟头发了红 发了亮 他抬起头 把烟卷从嘴里摘下来 紧闭着嘴唇 鼻孔里喷出两股浓烟 村子外传来轰轰的爆炸声 震动着窗户上的木格子 酥酥的响 一片火光在夜空中抖动着 人的哭叫声和呐喊声 时而隐隐约约 时而异常清晰 蒋政委面带微笑 挑战般的紧盯着莱蒂 莱蒂屁股上好像长了尖 在椅子上歪来斜去 摇晃的椅子腿嘎嘎吱吱响 他的脸色苍白 攥着椅子扶手的双手颤抖不止 沙旅长的骑兵中队 闯进了我们的地雷阵 蒋政委惋惜地说 可惜了那几十匹豪马呀 你 你们做梦 大姐双手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 一阵更加密集的爆炸声 把他按坐在椅子上 蒋政委站起来 悠闲地悄悄偏房与客厅之间的花格子木格墙 仿佛是自言自语 全是洪松的 司马家大宅院耗费了多少木材 他抬头望着大姐问 你说 要用多少木材 梁 磷 门窗 地板 木格壁 桌椅板凳 大姐局促不安地扭着屁股 耗费了一个森林的木材 蒋政委痛心地说 好像虚拟的森林被砍伐的满目狼藉的情景就在他的面前 这些账迟早要算的 他沮丧地说着 把被砍伐的大森林扔到脑后 他走到大姐面前 双腿插成A形 右手掐着腰 胳膊肘子成锐脚 僵硬地撑出去 当然 我们认为 杀月亮跟死心塌地的汉奸还有区别 他有过光荣的抗日历史 如果他痛改前非 我们还愿意跟他互称同志 杀太太 待会我们捉住他 你可要好好劝劝他呀 大姐的身体松软地靠在椅子被上 尖声说 你们抓不到他 你们休想 他的美式极谱 比马跑得快 但愿如此 蒋政委说 他放下锐脚胳膊 双腿又变了姿势 他摸出一支烟 递给上官莱蒂 莱蒂身体本能地往后缩了缩 他把烟往前送了送 莱蒂扬起脸 看着蒋政委脸上 莫测高深的微笑 莱蒂畏畏畏缩缩地伸出一只手 伸出那两根被纸烟熏黄了的手指 捏住了烟卷 蒋政委把手中那半截烟卷放到嘴边 吹掉烟灰 让火头燃望 然后他把红红的烟头递到莱蒂面前 莱蒂又仰脸 望了一眼蒋政委 蒋政委依然微笑 莱蒂忙乱地叼住纸烟 把脸凑上前 让嘴里的烟卷与蒋政委手中的火头相接 我们听到他扒打嘴唇的声音 母亲木然地望着墙壁 六姐和司马少爷半醒半睡 杀枣花无声无息 烟雾 从大姐脸上疼起 她抬起头 身体厚痒 胸脯疲惫地凹下去 她的夹着烟卷的手指湿漉漉的 宛若两根刚从水中捞上来的黄泥鳅 烟头火飞快地往她嘴边爬 她头发凌乱 嘴边有几道深皱纹 眼睛周围有两团紫色阴影 蒋政委脸上的微笑 慢慢收敛 好像一滴落在热铁上的水 从四周往中间收缩 收缩成针尖大的一个亮点 唰的一声便消逝得无影无踪 她扔掉手中短得 几乎要烧到指尖的烟头 用脚尖碾碎 然后大踏步地走了 隔壁客厅里传过来她大声地吼叫 一定要捉住沙月亮 她即便钻到老鼠洞里 也要把她挖出来 接下来是电话筒 按在画机上的清脆声音 母亲怜悯地注视着 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 瘫软在椅子上的大姐 走过去 抓起她那只被烟卷熏黑的手 仔细地看了看摇摇头 大姐从椅子上滑下来 跪着 双手搂住母亲的腿 仰着脸 嘴巴吸动着 一种奇怪的音响 从她嘴里冒出来 刚开始 我以为她在笑 但马上就知道 她在哭 她把眼泪和鼻涕 都抹在母亲腿上 她说 娘 其实我无时无刻 不再想你 想妹妹 想弟弟 母亲说 后悔了吗 大姐迟疑了一下 摇摇头 母亲说 这就好 该走哪一步 是天主给安排的 一后悔 就要惹恼天主 母亲把沙枣花 递给大姐说 看看她吧 大姐轻轻抚摸着 沙枣花有黑的小脸说 娘 要是他们枪毙我 这孩子就要靠您抚养了 母亲说 他们不枪毙你 这孩子也得由我抚养 大姐欲把孩子还给母亲 母亲说 你先抱一会儿吧 我给金铜喂喂奶 母亲走到椅子前 掀起衣巾 我跪在椅子上 吃奶 母亲撩着衣巾 拱着腰站着说 凭心而论 姓杀的不是孬种 就凭着她给我挂 那一束野兔子 我也得认这个女婿 但她成不了大气候 就凭她那一束野兔子 我就知道她成不了大气候 你们俩加起来 也斗不过姓蒋的 姓蒋的 是棉花里藏针 肚子里有牙 想当初 那像雷雷果实一样 挂满我家树枝的野兔子 曾让母亲恼怒万分 但转眼间 这满树的野兔子 竟成了母亲 接受杀月亮为女婿的理由 也还是那几树野兔子 成了母亲判断杀月亮 必败于蒋正伟之手的根据 黎明时分 一群从天河架桥归来的喜鹊 落在屋脊上 疲倦不堪的喳喳乱叫 喜鹊们把我唤醒 我看到母亲抱着 沙枣花坐在椅子上 我却坐在上官来地 冰凉的膝盖上 他用两条细长的胳膊 紧紧地搂着我的腰 六姐和司马公子 还是那样交警而眠 八姐依偎在母亲腿边 母亲的眼睛里没有光彩 两个嘴角搭了着 显得极度疲乏 蒋正伟走进来 看了我们一眼 道 沙太太 要不要去看看沙旅长 大姐推开我猛地站起来 哑着嗓子说 你撒谎 蒋正伟皱皱眉 说 撒谎 为什么要撒谎呢 他走到桌子前 低下头 扑哧一声 吹熄了赵子灯 红太阳的光芒 立即从窗格子里泄进来 他伸出一只手 千功 也许不是千功的说 请吧 沙太太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愿意把所有的路堵死 如果他迷途之反 可以担任我们爆炸大队的副大队长 大姐机械地往外走 临出房门时 他回头望了望母亲 蒋正伟说 大婶也去 小弟弟小妹妹们都去 我们穿越这司马家的重重门洞 路过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套院 路过第五个套院时 我们看到院子里躺着十几个伤兵 那个姓唐的女兵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包扎 我五姐上官叛递 给唐女兵当助手 她全神贯注 没有发现我们 母亲对大姐轻声说 那是你妩媚 大姐瞥了五姐一眼 蒋正伟说 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六个套院里摆着一幅门板 门板上躺着几具尸首 尸首的脸都用白布蒙着 蒋正伟说 我们鲁大队长壮烈牺牲 损失无法估量 他弯腰揭开一块白布 我们看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 生着落腮胡须的脸 他说 战士们都恨不得剥了沙旅长的皮 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 沙太太 我们的诚意 差不多可以赶天地动鬼神了吧 走出第七个套院 绕过一道高大的影壁 我们站在扶生堂大门口 高高的台阶上 街上来回跑动着一些爆炸大队士兵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一层灰 几个士兵牵着十几匹马 沿着大街从东往西走 几个士兵却指挥着几十个老百姓 用绳子拉着一辆吉普车从西往东走 两拨人在扶生堂大门口相遇 一起都站住 两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跑上前来 都立正 都行举手礼 像吵架一样 同时向蒋政委报告 一个报告缴获战马十三匹 一个报告缴获美式吉普车一辆 但可惜炸破了水箱 只能用牛托回来 蒋政委高度赞扬了他们 士兵们在赞扬声中都挺胸抬头 目光灼灼 赞扬